當然華視新聞也獨家直擊 這個現場可以看到是非常盛大 這個參與人數上看是三萬人 其實有很多的國際品牌 過去他們都在這裡舉辦活動 行銷專家就認為了 主要是看中這個中正紀念堂的 國際知名度還有指標意義 小朋友跳牙跳 跳闖玩得超開心 一旁還有超大恐龍溜滑梯 甚至還有憤怒鳥蛋弓 這麼好玩是什麼親子同樂會嗎 錯 其實這是外商公司的年終派對 智慧宣傳品牌GARMIN 今年選在中正紀念堂的自由廣場 舉辦音樂饗宴會 現場人山人海 許多員工都帶著家屬共襄盛舉 一萬名海內外員工齊聚 每人都能帶上三位親友 現場人數上看三萬 GARMIN透過戶外形式 強化品牌運動形象 而且特別選國定古蹟party 也有象徵意義 有很多其他的廠區像是來自於台南 科技園區的員工 可能到這個自由廣場來 更能夠代表整個屬於 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台北 一個更有象徵性的一個目的地 NBA全球唯一的聯名巨型籃球地景 之前也選在這裡設置 法國唯一正式授權的白色野餐活動 也在中正紀念堂舉辦 韓國手遊劍林二還在這玩起光雕秀 將近二十年前 LV甚至也破天荒包下場地 投影logo和牡丹花 營造濃濃時尚感 越知名的企業 他們在選擇這種所謂的大型活動場地的時候 第一個考慮就是他的國際知名度 因為對他來說 他並不是只有去跟他所謂的一個台灣的員工 或者台灣的媒體去交代 而是就是說可能在他自己的其他國家當中 也會希望說他變成一個所謂的有指標性的代表 外國品牌行銷創意滿分 話題滿滿之外 更是宣示深耕台灣的決心 本土化進城 再下一城 華視新聞 黃天神健安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